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九章 职工薪酬 作为职工薪酬这一章 从广义上来看 它属于负债 当然呢 它是一种特殊的负债 因此呢 我们单列为一章 事实上职工薪酬跟后续要讲的股份支付 也是有内在关联的 好 我们来具体看看 职工薪酬这一章的有关核心考点 有哪些 首先呢 是职工薪酬的短期薪酬的确认计量 然后是离职后福利的确认计量 辞退福利的确认计量 还有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事实上我们这里讲的 职工薪酬的四个核心考点呢 他们正是咱职工薪酬会计核算的二级科目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本章的考询分析 本章呢 属于我们基础性章节中的比较重要的章节 因此我们称其为叫基础性四重点章节 近年来呢 考试经常出现 所占分析通常能达到二到十分 二到十分是什么概念呢 有的时候会在计算题或者是送货题中有所设计 那么在考试时既可以在客观题中单独来考察有关知识点 又可以把本章内容和有关章内容呢 结合起来考察主观题 既可以单独出一道职工薪酬的计算分析题 也可以在综合题中 预项所得税 差错更正 日后事项等内容 结合起来 当然咱们2022年呢 主要是考察了客观题 那么也正因如此呢 使得我们似乎可以联想到二三年有考主观题的可能了 因为你二年考的是客观题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考主观题呢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一章我们要多加注意 好 接下来呢 看一下备考本章的策略 学习职工薪酬时 首先要搞清楚 职工薪酬里的短期薪酬指的是什么 累之后福利又是什么 辞退福利是指什么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又是什么 他们之间的边界是如何划分的 这首先要概念接近清楚 然后呢 在重点掌握 像我们的短期薪酬里的非货币性福利的核算 用企业资产产品给职工发福利 外购的商品给职工发福利 提供补贴的购买商品的福利等等 还有累计带薪缺勤 非累计带薪缺勤 利润分享计划 辞退福利 设定基层计划 已经设定收益计划的快递 处理等等这些内容 都是要重点把握的 关键是要通过做题 这张呢略有抽象 要多做题来归纳有关知识点的精髓 通过对比啊 来掌握职工薪酬在不同情况下各自的特点 尤其是还要注意一下职工薪酬的披露问题 我们通常总以为这个职工薪酬它是个流动负债 是不是也存在一种非流动负债的 这样一种披露的发分问题呢 我们后续要详细的介绍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节 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级分类 那么首先职工薪酬啊 我们得搞清楚这里的职工是谁 作为职工薪酬的职工是谁呢 我们这里边包括了三种情况都属于企业的职工 那么这里讲的职工薪酬的职工 跟我们一般式的职工略有不同 这里的职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呢 是与企业定立了劳动合同的所有人 关键词是有合同 当然这个合同呢 它包括了固定期限 无固定期限 或者是呢 短期的临时的都算 只要有合同的人 并且是所有人 这是劳动合同 不是别的合同啊 跟企业定有劳动合同的有关人员 都是企业的职工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是没有和企业定立劳动合同 但是呢 由企业正式任命 比如说很奇怪 没有劳动合同 企业怎么证明 正式任命他呢 有的 比如说我们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特别是董事会里的独立董事 特别是我们有注册会师 被有高级会计职称的一些人 他是有资格可以被任命为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的 那么上市公司任命你为独立董事 你并不是和上市公司签名了 劳动合同的正式的人员 但是你却可以成为我们职工薪酬里的职工 因为你是他的董事会里的独立董事 给你发放的独立董事的费用 就是我们的职工薪酬 还有的时候监事会里的一些监事 这些呢都可能是和企业没有定立了劳动合同 但却为企业所正式任命 这三种情况就更特殊了 那么在企业的计划和控制之下 虽被与企业定立劳动合同 也没有企业正式任命 但是却向企业提供的 与企业职工所提供的劳动服务 类似的人员 这也属于职工的半头 有人说这很特殊的 企业什么情况属于 既无合同又没有被任命 但却在企业的计划和控制下 为企业提供的像企业职工一样的劳动服务 或类似的劳动服务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呢 你要看概念 这挺抽象的 你要到实际工作中去 那太容易了 比如说你到一家上市公司 你到上市公司来了啊 你到门口你不用进门 你就知道谁是这种情况了 谁这种情况呀 上市公司门口的保卫人员 他们可能就是某保安公司派来的 你别看他在上市公司这门口 这执勤上班站岗 但他并不是上市公司的人员 他是人保安公司派来的 虽然属于保安公司派来的 他本身没有和上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也没有被上市公司所任命 但是他却从事着 跟上市公司自己的员工一样 从事着工作 所以有些人误以为 在上市公司门口那执勤的人 就是上市公司的人 其实人家是劳务公司的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上市公司为这些人 向劳务公司支付的费用 属于不属于职工薪酬呢 如果因此而支付费用 仍然属于职工薪酬 这些人 虽没有和上市公司签订合同 也没有被上市公司所任命 但是他们仍然属于 上市公司快递的职工薪酬里的 职工的范畴 比如说 门口的保安保卫是这样 那还有谁呢 没关系 你接着往里走 你只要走到上市公司院里 你就看见了 在院里面 做保洁的 保洁人员 人家是保洁公司派来的 也不属于上市公司的人员 这些人仍然属于我们这里的 职工薪酬里的职工 好 由此看来呢 我们讲的职工薪酬的职工 范围是比较宽的 它包括了三个层面 把职工范围放宽了 那相当于就告诉我们 职工薪酬的范围就比较宽了 好 我们再看看薪酬指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 职工薪酬啊 是这企业 先说这些企业 为了获得职工 就是刚才说这三个层面的人 所提供的服务 或者解除劳动关系 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偿 那么职工薪酬事实上呢 这一句话 它说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为了 企业为了获得你提供的服务 给你的叫什么呢 给你的叫报酬 大家想一想 企业为了获得你的服务 那给你报酬 另外一种呢 企业为了解除和你的劳动关系 而给你的补偿 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职工薪酬 无非是包括两种情况 一种是报酬 一种是补偿 那么在这里呢 刘老师也拿这个报酬和补偿啊 做一个切入点 给大家做个提醒 我们学习职工薪酬这一章的时候 后续涉及到会计核算时 这就是一把钥匙 你听好了啊 只要那个职工薪酬 它属于报酬类 它进行会计核算时 它得区分这个服务提供的岗位部门 岗位部门不同的 我们要选择不同的科目 选择不同科目的那个 叫报酬 而补偿的是什么呢 它是说和职工本来有个劳动合同关系 劳动合同关系没有到期之前 它需要解除 那么人家没到期 你要给人解除的话 那你不能白解除 怎么办呢 你得给人家补偿 你给人家的补偿 你给人家没到期合同的这种补偿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也属于职工薪酬 但是对它的核算 这是按照辞退福利来考虑的 别管你辞退了谁 别管你和谁去解除劳动关系 我们最终的补偿 做的都是管理费用 所以说呢 这个概念 它是报酬或补偿 就像一个切入点 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 后续在具体做职工薪酬的会计核算时 你首先要知道 这个职工薪酬到底属于报酬类 还是补偿类 报酬类分岗位部门 选择不同的会计核目 如果是补偿的话 咱统一寄到管理费用的借方 好 那么作为职工薪酬呢 为了核算的方便呢 我们给它分成了四类 分别是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 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这四类也正好是我们应付 职工薪酬一级科目的 下设的二级科目 四个二级科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企业提供给职工的配偶 子女受赡养人 特别是已雇员工的 已属及妻 他受益人等的福利 也属于职工薪酬 企业呢 给职工本人的 和职工亲人的 总之为了这报酬或补偿 而给本人或亲人的 都属于职工薪酬的范围 好 我们来继续看 作为职工薪酬的短期薪酬 它指的是什么呢 作为短期薪酬 这是最常见的薪酬啊 它指的是企业 预期在职工提供相关服务的 年度报告期间结束后 12个月内将全部予以支付的 职工薪酬 所谓短期 它是从哪开始算呢 是从你提供服务的年度 比如说你在这个年度里提供服务 年度结束后 往后数12个月 假如说你是在22年工作 那你要在23年要给你结算的 这个提供服务的报告年度 假如说你的服务提供在22年度 你的报告年度结束了 那就是22年12月31日了 往后数12个月内 将予以全部支付的职工薪酬 这是一种短期薪酬 短期薪酬不是说从你提供 劳务那一天往后数12个月 超过12月是长期 12月之内是短期 是你提供劳务那一天所数的年度 这个年度的报告期结束之后 往后数12个月 这个属于短期的薪酬 当然在这个期间 假如有因解除于职工的劳动关系 而及的补偿 这个就单列为只要是补偿 那都属于次第福利的 我们是单列一个项目 不叫短期薪酬 那么具体来看 短期薪酬包括了职工工资 奖金津贴补贴 这不是我们常见的这些事项吗 还有职工福利费 医疗保险 工商保险 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 有人说养老保险呢 养老保险在离职后福利里面 那么住房公积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短期 带薪缺勤 短期 利润分享计划 非互聘福利 其他短期薪头等 这些都属于短期薪头 好 我们知道这个短期是从哪算的 从你提供劳务的年度结束后 往后数12个月 这叫短期 我们再看看 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呢 它是这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 而在职工退休或者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 那么为获得这个服务而在你退休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和福利 但这不能叫补偿 当然这里边如果属于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的除外 那就说属于补偿的 属于短期薪酬的 你就不能算在这里 那么首先大家想一下 这个短期薪酬是报酬 是报酬 对吧 那么离职后福利呢 其实它是为了获得职工的服务而给的 它也是报酬 只不过短期薪酬啊 是为了获得职工的服务而在 在职期间给的 那叫短期薪酬 并且是提供服务之后 12个月之内就给的 那属于短期薪酬 我们说的离职后福利呢 是指仍然是为了获得你的服务 而是在你退休之后 离职之后给的 它仍然属于报酬而不是补偿 那么什么是补偿呢 补偿这里是辞退福利 它的前提条件是这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呢 解除了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或者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财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包括了强制辞退和自愿离职两种情况 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叫内退 内退是在职工正式退休之前 比照辞退福利来处理 如果是内退的时间 就是说比如说你60岁应该退休 你55就退了 55到60之间 这段时间咱们比照的是什么呢 比照的是辞退福利 而60以后给你的 那么我们就按照呢 退休后的离职后福利来处理 所以这个内退呢 它可能包括了辞退福利和离职后福利 两种情形于一件事之中 当然这个呢 具体情况再具体分析 总之这里的辞退福利啊 是为了解除劳动关系而给的补偿 它就不属于报酬了 你看短期薪酬是报酬 离职后福利是报酬 但是辞退福利是补偿 还有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是指出 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之外 所有的职工薪酬 包括了长期贷薪缺薪 长期残疾福利 长期利润分享计划 和长期的奖金计划等 可以说呢 分布到前三类里去的 都跑到长期职工福利中来了 这是对于职工薪酬的四个分类 也是我们进行会计核算的 四个二级科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道多项学题 21年 甲公司发生的相关交易事项 留下 第一个事项 为给境外派到境内的 10名高管提供临时住所 这是境外来的 给临时住所 租入了10套住房 每年租金 共120万职工薪酬 以业务调整 准备解除150名员工的劳动关系 那么经与被辞退员工协商一致 每位被辞退员工支付20万补偿 辞退福利 职工薪酬 实施员工带薪休假制度 所谓带薪休假就是你不来上班也给钱 这叫带薪休假 发生员工休假期间的工资80万 这就是他没来也给的 这属于职工福利 这是职工薪酬 那么为40名中层干部团购商品房 为团购商品房 250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 是由假公司店付的 店付的言外之意是说 我先替你出着 将来我还得从你手中要回来 那么对于起来讲 这是先花出去 将来要要回来的 是一种营收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7%营收款 它不能作为职工薪酬 所以四件事中 前三件事都是职工薪酬 第四件事 它是7%营收款 下列各项中 假公司应当作为职工薪酬 请快去处理的 A 支付给员工带薪休假的工资 职工薪酬 为高管租房支付租金 职工薪酬 为中层干部团购商品房 垫付款项 这属于其他营收 向被辞退员工支付补偿 职工薪酬 所以本期的正确选项是 ABD 三个选项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